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现在开始要进入到所谓的近代 这个近代的话跟我们目前的生活可能越来越接近 各位的印象可能也会越来越清楚一点 到目前为止一直都是在所谓传统的文明里面的一个范畴 所以这个到德川时代 也就是江户时代结束 应该有263年左右的历史 从1603一直到1868 然后当然之前我们也一直讲过来就是所谓的连昌跟市庭 这个所谓中世纪的文化文明 那再往上的话我们讲到耐良 平安 甚至于更早的古代 今天开始呢我们要把这个传统的学问 拉到近代来说了 那这个近代之前我们已经有跟各位做了一个很简单的说明 各位看这个PowerPoint 就是说从日本来近代的话是怎么去切 大概是1853、1854 各位看这个PowerPoint里面就是那个美国的海军司令Perry 在1853年他第一次呢率领了所谓的黑船到Shimota 就是Kanagawa県那个Shimota去 基本上他其实是来扣官的 就希望日本门户开望 当然他主要的也持了一个理由 就是说我们这个船需要一些补给 包括水、油、食物等等 所以你让我们上岸 这个上岸的用意其实是希望他开港的 因为在整个索国来讲 德川幕府是不允许任何外国的船只能够靠近日本的港口 除了之前我们一直讲的那个长期那个港以外 可以让中国船跟荷兰船去靠以外 原则上是不准的 但是美国他是要硬闯 所以这个时间点我们注意一下 就是从日本算是近代的开始 近代的一个开始 那这个近代有很多人把它加一个画 这是近代画 也就是说传统的学问也好 文明也好 跟近代 所谓的近代 这个很难去定义 一个是时间上的一个定义 一个是应该怎么讲 东洋跟西洋之间的一种 文化或者是文明认知的一个问题 而这个认知呢它是各有不同各有这个角度 而且意见非常的分歧 尤其是在认知这个部分 我们从今天开始一直会跟各位提到这个部分 它的相同或者是它的不同有什么样子的问题 那我们可能要从东洋跟西洋来做一个这个分析 这个我们经常把东洋有时候又称为东亚 当然这概念上有很多问题 因为后面有战争的发生 这个战争一直到现在 后续的一些问题造成国与国之间 民族与民族之间 东亚人类之间到现在都还有纷争 是很难去抹平的一件事情 那我们今天要跟各位讲的是 传统到近代这样一个过程 传统的学问重不重要 太多人有太多的学说 说他重要 说他不重要 说两个都重要等等 所以我们今天介绍的一个主轴 就到了这个1868年 应该是我刚刚讲的1853、1854 就有它的前兆进来了 那1868年改朝换代了 从德川换到叫明治时代了 明治时代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叫做明治维辛的专有名词 而这个维辛呢其实有三个最重要的主轴 一个是文明开化 第二个呢 互国强兵 第三个 第三个 资产清业 大概是这三个主轴 所以我们大概也会绕着这三个主轴来跟各位做一个介绍 那么各位先看138 我们再跟各位介绍近代以前希望有一个背景的这个说明 那主要是第一个主轴讲到这个文明开化这个部分 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 这个文明的世界 日本是很保守的 是没有其他可以对比的这个东西的 可是在幕末的时候 其实已经有很多所谓的启蒙的思想家 启蒙的思想家 他们已经到国外去考察了 那这个国外大概就是以欧美为主 特别是到欧洲去 欧洲去考察了以后 这个到美国去这样的一个欧美的一个考察 这里面包括很重要的一个 所谓的君主立宪的问题 就是宪法 这个宪法到现在很重要 日本 各位知道安倍首相最近他一直蠢蠢异动 就是要修改那个宪法 而这个宪法从哪里来 日本的宪法其实从欧洲那边抄过来的 不是照抄 其实有一个人物各位都知道 叫伊藤博文 就是中日交武战争 晚清输掉 把台湾给卖给日本的那个条约 叫做马关条约 日本话称为 島の石器条约有没有 因为是在日本的下官那个地方签的 所以日本又称为下官条约 那在这里面 这个伊藤博文他是一个主导人物 那之后他在明治之后 他也是一颗政治明星 非常的活跃 曾经担任到首相 又下来又上去 来来回回还几次 纵横了整个日本的政坛 很久的一段时间 这里面他也做了很多事情 当然最后他是在 应该是哈尔滨吧 被暗杀死掉了 那么这个 他到欧洲特别去抄德国 还有其他国家的一个宪法 抄了一年多 在他不得志的时候抄回来 抄回来到日本开始去讨论 怎么样把他融入到一个国家的 运作的一个母法去 我们如果回到古代的时候 各位想一想 日本他第一个没有文字 第二个他的文化很多是从中国去了 从浅唐时浅水时 浅水时浅唐时 各位就可以看得到 那后面还有包括像 这个见证和尚 讲到那个律宗的问题 或者是整个圣唐 有很多治理国家的一个根本大法 那个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律令制度 律法律 令是国家的命令 这个东西如果不给他处理好的话 我想它是一个问题 所以到了近代的时候 他们要转型日本成为一个所谓的 国民国家这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宪法就是无比的重要 相当的重要 那他们出去以后就看到很多国外的一些 比较所谓的先进的制度 这把他纳进来 那这里面有很多启蒙的思想家 最有名的大概是福泽玉吉 福沢悠吉他就是一个 大家如果要去留学大概会很向往 东京有两所实力学校 是全日本应该算是最有名的 一所是庆英艺术大学 创办人就是福沢悠吉 另外一所是 是一位叫大卫崇信 也是一个政治人物他们创办的 两校其实一直都是相互的竞争相互的进步 就像英国有Cambridge跟Oxford 在台湾有青椒 对不对 等等他们都有一些 但是基本上是 是一个好的良性的竞争 所以这个也不只是 福泽玉吉一个人而已 但是它的影响确实是不容忽视 所以经常会被提出来 当然我们也会做一个介绍 那么第二个就是说 西洋的文明一下子进到日本来以后 好像都是好的 都是好的 那是吗 是真的是好吗 其实要过一阵子才知道 我们现在的学运刚刚结束 胡茂的问题是好是不好 现在来论断我觉得都太早 也不能说yes or no 去把它就做一个 Kimetsuke说是可以是不可以 我觉得后面还要看 但是基本上这次的抗争 也就是说抗议政府的这种强硬的态度 是一个怎么讲契机 也就是说对国家的一些重要 一定要这个法案的一个运作 应该是透明化、公开化 而且民主化 如果没有达到这个程序的话 到最后学生被逼得没有办法 走上街头进到国会去 当然进到国会去 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进到国会还有一个法律的一个问题 在我们民主化的过程里面 好像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这个运动 最后站到国会的殿堂里面去 包括各位回想阿扁的红三军那个时候 几十万人也有一条界线 没有人踏到总统里面去 但是这一次踏进了立法院 这是一个我们大家都要去思考的一个 法律上的一个问题 还有我们共同建立起来一个 民主的一个价值的问题 我想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深思的一个问题 那么回到民治时代 它也是一个西方的东西 不断地进来的时候 包括日本的政府 包括民间的知识分子 一般的老百姓跟学生 其实无所适从 就一下子进来这么多 我们以前没有看过 没有消耗的东西 然后就要我们几乎是全盘去吸收 好不好 其实大家知道的人很少 但是福沙威吉他看到一个很清楚的点 不是只有他一个人而已 就是说未来日本在国际社会 在东亚在国际社会要生存的话 恐怕我提案的这个路 希望政府去做 那福沙威吉有一个让大家比较佩服的立场 这个立场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在看的时候 学生去抗议的时候 不喜欢哪一个党派的人进来喊什么当选 或者是在那边做政治的操作 学生不愿意这样子 学生愿意的是说很单纯的 我在抗议某一件事情 请政府重视 而不是把它变成一个政治事件 那么回到那个福沙威吉 他的立场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大家很佩服他 而且为什么到今天 从日本人的角度很尊敬他 他一辈子不为官 从来不做官的 不是说我建议了什么 我做了什么事情 然后其实我的目的是要去做官 去掌控政治 他没有 我想这一点就足以令很多日本人朝野来尊敬他 因为他是为了这个国家的进步 那为了这个国家的进步 他做了这个建言 如果最后能够去推动 而让整个日本在东亚在世界能站起来 大能不尊敬他 因为他从来不去做官的 从来没有什么欲望的 各位看一下办那个庆应艺术 艺术是什么意思 这个是早期学校还没有成立的一个小规模的那种教育的单位 是不是 那意其实就是不要钱的 也就是要把教育普及起来 我们在德川时代一直讲的知识教育的普及 势制力的提升 全民知识水平的提升 能够让这个国家往前推 对很多事情看得比较客观 比较有深度 然后做比较圆容 而且有深度 甚至于可惨可酒的一种决定 然后对国家的发展是有帮助 对国家在全世界的竞争力它是强的 我想这个是教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那胡者于己他本身站在这样一个立场 已经立于不败之地了 当然还有很多人 我再跟各位讲 那从我的角度来讲 胡者于己我喜欢的部分也有 我不喜欢的部分也有 不喜欢在哪里 他是一个爱国主义者 从我的角度来讲 当台湾割让给日本以后 台湾当然有很多 这个所谓的抗日的英雄 不满意被外来的国家所占领 所侵略 所殖民 当然会抗议 所以在抗议的过程里面其实就造成 这个民智政府他没有办法很顺利的接收台湾 对不对 没有办法很顺利接收台湾 这些知识分子他们还是对日本的政府做建言 而福古早阿尤吉我们可以看到他 对台湾的建言是 如果那些抵抗的人 我讲大意 真正的有一个史料可以佐证 他就是被我们殖民 在签约的内容之下 应该乖乖地束缚 假如不是的话 可以做武力的这个处理 也就是赶快把它掃除干净 我们要赶快把台湾给站起来 这样的一个言论 也就是说他有那个 帝国主义的倾向的思想在里头 从我的角度来看 这部分是我批评他的 但正在日本人的一个角度 看福古早阿尤吉吉台湾不一样了 所以我在讲说很多事情 我们要从不同的角度 针对一件事情去做比较客观的分析 你就可以了解 对我来讲福古早阿尤吉吉 绝对不是一面倒的一个英雄人物 但是对日本来讲也许是 也许是 所以明治二十年前后 开始有所谓的国粹保存 为什么 他们认为说好像一窝蜂的 把这个传统的东西都忽略掉了以后 似乎不是很妥当 所以所谓国粹你们都很清楚 这种东西有时候是国家辛辛苦苦 从历史演进的累积上面 从文明的进化里面累积出来的一些 看不到的遗产 这些东西要把它忽略掉 把它毁坏掉 可以吗 每一个时代 反反抗抗抗 其实都有人赞成有人反对 但是我们看到目前到这个阶段里面 其实是有很多人认为它是蛮重要的 所以跟西洋文化跟日本文化之间 是不是可以取出一个平衡点来说 我们两个都要 两个都要的话就出现一个名词了 说它是融合也可以 说它是调和也可以 总之新的东西如果有好的 我们要吸收 让这个国家往前推 我不反对 但是传统的价值 传统的学问财产文明 我们也不能忘记啊 这样子一种融合的一个声音就出来了 所以比如说我们之前有介绍 德川时代原路它是一个德川中期 在文明文化的发展里面 是最灿烂的一个时期 难道有西洋的文明进来以后 连这些东西都不要了吗 就大家有这个疑虑 所以对于传统文化 怎么样子去再给予评价 明治过了二十年三十年以后 大家开始在想到这个问题 因为如果你不好好再去处理那些传统的价值的话 再这样下去过了五十年过了一百年 可能就不见了 无形之间前人努力的这些非常重要的价值不见了 这不是好事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后面有提到 心度晤道兆 二十年过一万一 二十年过一万一 我简单地介绍一下 他是一个北海道出生的 怎么讲 這個貧民除了和平的貧以外 還有一個是貧窮的貧 對於新杜戶道兆都是阿提喇美留 可以這麼說 他是一個一屆貧民 他是一個很窮的人 但是他出生於北海道的 當時應該是紮訪農業專科學校 就是現在北海道大學的前身 他在那邊念農學的時候 那個學校來了一位傳教士 是西洋的 應該是基督教的傳教士 叫做Kurak先生 現在各位如果到北海道大學的校園 你一進去 應該晃眼你就可以看到一個銅像 那個銅像就是Kurak先生的銅像 紀念他的 而當時Nitobe他是常常去聽Kurak先生的課 Kurak先生主要上的課是什麼課 傳教的課 傳西洋教的課 各位可以了解在整個德川時代 基本上是近西洋教的 對不對 所以到了近代以後 這個西洋教開放了 有人聽了覺得非常的新奇 有人聽了覺得非常的嚮往 然後有人去信 那Nitobe Inazo是其中的一個 他非常的嚮往這個 所謂宗教的這個課程聽了 最後他好像沒有念畢業 我的印象裡面 就是說他希望到東京大的都市裡面 再去增進他的知識 最後進到東京大學的農學院來念書 念了以後他又發現不夠 因為大概從Kurak先生 或者是他自己本身很嚮往 希望了解外面的世界 因為這個時候 日本在文明開發的時候 才開始起步而已 所以他很想出去 在整個鎖國時代 你是不可以出去了 從Sakuma首長一直到那個吉田松印 想要去這個黑船來的時候 吉田松印偷偷的用游泳的 要藏到那個黑船裡面 讓黑船把他帶回美國去 被抓回來 這些人是想要去看外面的世界 我相信在這樣子的一個背景潮流之下 尼多貝應該也是一個 所以他就說我要去美國 他要去美國 可是我剛說他其實很貧窮 沒有錢 沒有錢 請親戚吧 不是父母親 他家庭一直有問題 伯伯還是叔叔 支柱他一張船票 他說那個船票將來我賺錢 會還你 後來這個親戚說不用 就送你 他說你只要給我單程就好 不用來回的船票 單程 可見他破釜沉舟了 去了再說回來沒有打算這樣子到了美國去 那到美國去其實他也不是一下子 就能進到那個所謂的名校去 到鄉下去準備念書 但是還是繼續他熱愛這個基督教的教義 所以禮拜天他都去做禮拜 去當地的教堂去做禮拜 那麼每一次做禮拜的時候 旁邊坐了一個女孩子 這個女孩子就是後來他的老婆 美國人 那兩個人有感情以後 談到要論及婚嫁 這個時候慢慢才察覺到 這個女孩子的來歷 不是你都不會可以高攀的 她是美國國會議員的千金 所以當提到要結婚的時候 據說這個國會議員是暴跳如蕾 說開玩笑 怎麼可以嫁給一個 我們不是很清楚的日本人 反對 不過這個女孩子也很有魄力 他就跟你都不會高攀的 失奔了 通常失奔了以後投降了大概父母親 最後當然就讓他們結婚 結婚了以後 如果各位想一想在那個時間點 美國對日本其實非常有意見的 也不是很清楚 日本到底是怎麼樣一個國家一個民族 那尤其是一個國會議員的千金 嫁給了日本人 我想他的爸爸應該有一些壓力 周遭的 爸爸媽媽還有周遭的人應該都有一些壓力 那麼他們夫妻之間應該有一些溝通 就是說在美國很多大學 宗教的課程都是必修的 會讓人很納悶 比如說基督教的教育 或者是什麼跟宗教有關的課程 就是列為必修課程 在美國其實它不是什麼很了不起的事情 不知啊 可是從你特別的角度來講就是奇怪 這種事情在日本是不可能發生的 那美國人跟他講說 其實這是我們美國人的精神 宗教其實是很重要的 是美國人的重要的精神之助之一 這樣子來告訴Nitobe 那Nitobe也被美國人反問了 說那請問你們日本人的精神是什麼 你告訴我 每天被問 他沒有辦法馬上回答 回家以後被老婆問 說你趕快把什麼叫做日本人的精神告訴我 好讓我回答 不要讓我有壓力 他說好啦 我知道啦 給我一點時間 其實這個時間很長 所以最後呢 就寫出來了 無視度 寫出來了 如果我沒有記錯 寫出來的時間應該是 是1899年 所以這樣子的一減下來的話 明治才起步三十一年 明治三十一年 如果我沒有算錯 明治近代化的國家起步三十一年的時候 有一位Nitobe寫了一本叫做Mushito 他是用英文寫的 在美國出版 當時代的日本人根本不知道 有Nitobe這麼一位人物 也不知道有Mushito這麼一本書 可是我跟各位講 這本書最後在美國成為Best of Sella 在美國成為最暢銷的書籍 但我認為他有一個政治背景 為什麼 我說過 他的太太是國會議員的女兒 所以當Mushito出來的時候 而且用英文寫的 我相信他的英文應該有誰幫他改過吧 據說他的英文是相當好 但是應該還有人幫他看過稿吧 我猜這個人應該是他的老婆 或者是國會議員幫他找了什麼高手 來論稿 我自己的感覺 總之出版 所以誰先看這個稿 一定是老婆 一定是岳父大人先看 看以後發現 這個了解日本太重要了 他寫的實在太精彩太深入了 他把歐洲中世界的一些文明 都把他納進去跟日本的文明做對比 來告訴美國人 所以我想是透過他的岳父的力量 到國會議員人手一撤 到副總統也看過 到總統也讀了 這個書只要是總統、副總統 還有國會議員賭了以後 在媒體軒然的時候 他不被Saucella才怪 對不對 可是他傳回日本 已經是好幾年以後的事情 傳回日本 把英文翻成日文以後 在日本造成很大的一個風洞 也就是這一位人物其實他是 把日本這個國家 包括傳統的一個文明 還有日本他的文明價值到底是什麼 他的文化的內涵到底是什麼 可以算是 如果不是第一位 他就是站在先驅者的一個立場 把日本推到世界舞臺去的一個重要的啟蒙思想家 這個不會有錯啦 所以各位看一下福拉威吉在日幣一萬元的紙鈔上面 到現在還遙遙不墜 對不對 那五千塊的人頭像原來是誰啊 你們知道嗎 然後他在2004年的時候才被換下來 這個日幣一直到2004年 換句話說 日本的紙鈔通常是20年會換一次 每20年會換一次 所以2004到現在2014 再過10年可能有什麼英雄人物跑出來 又會換了 可是福拉威吉到現在還穩坐冠軍寶座 一萬的紙鈔還沒下來 表示他的地位非常鞏固 當然這個不能畫上等號啦 所以你就不會就這樣子被傳開來了 那我另外 因為今天是近代的一個開場台 有一些背景跟各位做交代 可能也滿重要的 所以花一點時間 你哪裡不認識 跟台灣的發展 有很深遠的關係 知道的請舉手 有沒有人知道 就一個 好 那我更要講 也就台灣被日本統治 應該是到了第四代 應該是殖民時期的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第四代的總督 第四代的總督 他下面有一個民政局長 還是民政長官 他有一個名詞 總之他是總督沒有錯 其實這個人才是當時 在殖民台灣裡面靈魂的人物 第四代 所以在統治台灣的過程裡面 只是起步而已 如果以五十年六個月來算的話 是還在很前面 整個都還沒有穩定 這是第一個 而當時的台灣 其實在經濟的發展的條件上面 也不是頂好的 因此後藤新平 他就在想到一個 如何去讓台灣 如果說日本政府的國策 是殖民台灣 是把他拿來當為後勤補給的基地 如果是這個目的的話 那麼台灣有什麼經濟上的發展 能夠作為日本島內的一個後勤補給呢 那就是農業經濟的發展 而農業經濟的發展 台灣有一個很特殊的一個農作物 可是當時的殖堂對於台灣來講 才剛剛起步 並沒有是一個經濟價值 非常好的一個農作物 所以他就想來想想 厚藤新平 想來想去 就找到這個學農經的 你都不會贏哪種 據說是三顧茅魯厚藤 請你都不會贏哪種 來台灣 都被拒絕了 好像第四次 你都不會贏哪種 勉強同意 說好 那我就到台灣來 他到台灣來以後 他的職位不是很高 類似經濟顧問之類的職稱 可是他的薪水比總督還要高 給他的這個薪水 就是說請你來診斷一下 如何提升 尤其是這堂這一塊的 台灣的產業經濟 農業經濟如何讓他 起來 你都不會來了以後 台灣繞了一下 他說好 我知道了 請你給我三個月的時間 這三個月他跑到德國去 去考察 跑到歐洲去做農經的 一個發展的考察 回來以後 提了一個五年計畫 給我都信北 我大概知道了 我也看過台灣的狀況 然後從我的角度 我寫了這些計畫 也許可以讓這個總督參考 朝著這個方向去發展 他說預估在這個五年計畫之內 日本的 台灣的經濟應該可以轉好 可以轉好 真正的以這個計畫去推動實施 大概兩年的時間就轉好了 就轉好了 所以這堂這一塊 其實是台灣很重要的一個農產品 在當時 其實現在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農產品 所以他跟我們的 台灣的農業發展 是有關聯的 我記得前總統李登輝先生曾經公開的講過 說他很尊敬一個人 這個人是 你倒不然他哪兒 他說他手邊有他的筆記 應該是抄吧 筆記 就是他上課用的筆記 那李總統說他把他當作寶貝 一直在免教室 有這樣的一個情形 這個是新度護道照 另外同樣的又出現了一個人物 這個人物叫鋼昌天心 也許各位也不是很清楚 他的做法其實很像 你倒不然他哪兒做 而是比他晚一點而已 這個人呢 那個 我們也要跟各位來做一個介紹 這個鋼昌天心 其實他是一個美術 主要他是做美術的起家的一個人物 那 主要他是回到我剛剛提的 那個東洋跟西洋的文明 哪一個重要的那個角度去談 那我跟各位講 他也是寫了三本書 一本是 東洋的崛起 一本是東洋的理想 都是用東洋這兩個字去表現 當然都是用英文寫的 因為他到英國去 到印度去 這個是1902、03年的時候寫的 1902、1903的時候 各位想一想 在日本、在東亞有什麼大事 是日俄戰爭 各位知道嗎 1895年 晚先輸掉了 日本打敗了大中國以後 其實他的信心上來了 野心有就跟著來了 第二個戰爭 日本雖然是差不多其實打平 但是最後 日本算是贏了 可是日本也死傷慘重 尤其在經濟這一塊 可以是受挫很嚴重 但是從結果來講 贏了 這樣子 兩次的大戰 讓日本人勒昏頭 所以後面跟著而來的 這一些所謂的軍國主義的 太平洋戰爭一系列這樣過來的話 我想他有很深的一個關聯性 那我現在要強調的就是說 在《那個節骨眼》裡面 剛上天心寫的這兩本書 東洋的理想跟東洋的覺醒 到1906年的時候 又寫了一本書 茶之本 茶の方 The Book of Tea お茶 這本書 把お茶的日本文化介紹給歐美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點 另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我想各位都聽過 叫做東亞共同體 有沒有 現在中日韓 包括台灣 像小小的一個釣魚台 吵得不可開交 不會有結果 日本跟韓國之間 還有一個主導的問題 也不會有結果 如果一百年前 一百多年前 如果從1902、1903算起來 應該是110年前 Oka Kura Tenshin 他就寫了一句話 這句話是 Asia is one Asia は 一つ 這個一支是誰 就有人質疑 說你這個一支是不是指你日本 他沒有承認 但是呢 大家聽過這一句話吧 大東亞共同圈 我剛才已經講過 就是在日俄戰爭的這一段 事實上軍方來講 提了這個東西是很重要的 一個策略 一個謀略 然後把Asia 一支 鋼湯天心的 這個書裡面的 一個小部分把它抽出來 所以你看這個東西才是最重要的 換一個角度來講 鋼湯天心有一點點被軍國主義利用 但是裡面還有一個是 東亞共同體的問題 這個東亞共同體事實上 是一個理想的 而不是現實的 從我的角度來講 它是一個理想的東西 但是它不是現實的東西 因為在亞洲有太多複雜的因素 沒有辦法解決 所以要達到東亞共同體 這樣的一個目標 談何容易吧 不太容易 確實是不太容易 所以過來110年 東亞共同體 所謂這個community 有沒有出現 有沒有成功 其實沒有 但是還不要繼續談 我覺得應該還要繼續談 那就要看你用什麼心態 來談這個問題 這是很重要的一個問題 比如說現在 其實從台灣的角度來講 胡茂它本身 ある意味では 跟這個東西是有關聯的 因為後面還有一個TPP的一個問題 那台灣有很多非常劣勢的一個所謂的內外的因素 就是中國的跟中國之間的一個關係 要如何處理 如何定位的問題 因為國際的社會 通常很難讓我們直接跟它去談這個問題 像TPP 我們現在看得到日本跟美國之間 還有很多落差 還要談 最近他們的所謂的通常省的大臣 還跑幾趟美國 繼續去談農業 汽車 很多很多問題 一個一個都要來談 但是要不要解決 我覺得有一天如果既然歐盟能夠成立 有沒有 歐盟可以成立 那其實從我的角度 我不反對亞盟能夠成立 那其實這個是有點關聯性 那如果歐盟能成立 就是所謂EU 是不是 然後歐元可以統一 將來我也寄望有一個亞元 可以在亞洲流通 哪有一個不是台幣去換韓幣 不是人民幣去換日幣 而是共通有一個亞洲貨幣能不能出現 如果這個可以 你們認為他們沒有問題嗎 歐洲之間 問題太多了 可是最後從結果來講 我們說成功了 是吧 是不是完全成功還未定 還留有一些 很多問題沒有錯 包括英國也沒有嫁進去 是吧 包括這個讓希臘嫁進去以後 希臘產生了很多的問題 等等 可是總的來講他已經在運作了 總的來講歐元 現在各位去歐洲拿著歐元 除了英國以外 大概就可以通了吧 是不是 那他們都可以 難道我們不可以嗎 那這個可能是在未來的世代 在你們這個世代 也許你們這個世代還沒有辦法坦承 但是有沒有機會 我不敢講 可是我個人是有這樣一個期望 好 我們繼續 所以這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很多 因為新的西洋文明進到日本來了以後 啟蒙的思想家有不同的反應 背景來講 這個交五戰爭跟日的戰爭之間 雖然他們得勝了 可是其實在日本的社會本身內部 除了財政產生問題以外 政府 政治人物之間 也其實有一些矛盾 社會的包括福利 制度 其實有一些矛盾 再來就是說 老百姓的一些所謂 各式各樣的一個自由的運動 民主的運動 也開始產生一個 一個化時代的一個變化 那麼在文藝界 文學界 也開始了有一些 跟歐美互動 或者是比較的這樣子一個 話題跑出來 到了大政這個時代 我想有一個專有名詞 大家都很清楚 democracy 就所謂的民主 民主主義 跑出來 人道主義這個問題 也就是說 不管歐美也好 日本或整個東亞也好 在追求人類普世的一個價值方面 在追求人類普世的一個價值方面 民主到底是什麼 在追求人類普世的一個價值方面 在追求人類普世之中 我不覺得台灣已經很成熟了 另外就是有關於 這個人口急速的一個增加以後 這個居住的環境 都市的一個整備 像剛剛我提到這個 厚騰新品 厚騰新品 他在建設台灣的時候 其實他是有貢獻的 當然我要講的大前提是 他不是為台灣 而是為了說殖民台灣 從厚騰新品的角度 他也講過一句話 我非常不滿的話 他說他曾經對我們的下一代 在開學典禮的時候講了一句話 他說你們台灣人憑什麼跟我平起平坐 跟我們日本政府平起平坐 我們是殖民者 你們是被殖民者 好 假設你們要談自由 談平起平坐這個事情 八十年以後再來談 換句話說 當時他的觀念裡面 要殖民台灣至少八十年吧 對不對 沒想到五十年 就吃了那兩個原子彈 然後就回去了 這我想是他想不到的事情 可是他有這種想法 基本上是不平等的一個主義 在當時代是存在的 那我要講一個跟台灣大學應該是有關係的 其實最近我寫一本書 這本書其實我也一直在思考題目要怎麼定 我一個大標題 跟鋼艙天心很像 東亞的覺醒 那我有一個小標題 我們提到台大的歷史有八十幾年 對不對 這八十幾年怎麼算的 是1928年台北帝國大學成立的那一年開始算 否則台灣大學的歷史怎麼算都不會有超過八十年 對不對 如果你要算台灣大學歷史是多少 1945年年底開始吧 不是嗎 當然算歷史沒有人這樣算 因為這個學校一開始就有的時間點 不管他是被殖民或是殖民 本來歷史就存在了 所以從1928年算 這也無可厚非 1928年的台北帝國大學 有哪一些學院 哪一些科系 哪一些研究所 我想日文系的學生應該都很清楚 假如你不清楚的話 請你到我們的二樓的校使館 仔細的花隔應該一個小時就夠了 看一看那一段歷史 你就會很清楚了 任何一個學部裡面剛開始的時候 台灣人的學生要進來 幾乎是很困難很困難 多困難 可能台灣人的學生不到百分之五吧 也就是百分之九十五都是日本人 才能夠進到台北帝國大學來念書的 換句話說這個大學的成立 不是為了台灣人開的 是吧 所以任何一個學部在入學考試的時候 我們看那個報名的人數跟入取的名額 任何一個學部你怎麼看 都是日本人的天下 可是我看到一個 醫學的部分 竟然是台灣人比日本人還多 讓我很訝異 但是他也是一半一半 好像是52比48還是多少 但是這個52的部分竟然是台灣人 我在看那個學部 醫學院 我就開始再去查 後來我才知道 其實當時代的日本人 尤其是醫生 不太願意到殖民地的台灣來 因為當時代 從日本人的醫生的角度來講 台灣是落後的 衛生條件是很差的 是有一些什麼會傳染的等等的 所以他們不太願意來 所以總陸沒有辦法 最後的決策是什麼 那就錄取你們當地的台灣人 把你們培養成為醫生 來改善台灣的醫療 就這樣子 所以後藤新平他是在有一年 入學典禮的時候 把台灣人的這一些 威蝦の卵召集起來 講了那個八十年殖民的問題 被我看到了 是這樣的一個情形 除此之外 其實台灣人很少能夠進到 台大來唸書 除了極少數的人 那這個是一個時代的一個 一個怎麼講 殖民被殖民的一個 現實面的一個問題 好 我們回到都市的一個整建 厚藤新平也是一個英雄人物 他除了把台灣盡可能的建得很好之外 他其實後來回去日本 在近代化的過程 東京大家都去過 東京的都市設計跟都市的近代化 之所以有今天最大的工程 就是厚藤新平 因為他學的就是這個都市設計 這一類的 我想這個也不容否定 那這裡面還有一個就是說 東西傳統的一個文明 在學問上我們提到 中國有很多學問裡面 除了儒學以外 我們提到 蓮昌士庭的時候 日本的文化跟 中國的文化吧 或者是跟 這個東西其實是有結合的 殘學 然後到這個德川的時候 大宗的儒學 當然有很多派 我已經講過了 是儒學 儒學的部分 他們有強調國學的重要性 就是日本學的重要性 一直到近代的時候 其實就有一個西洋的學問進來了 特別是這個東西很重要 哲學 這東西就進來了 所以這個東西其實對日本人 也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刺激 好 這個是大致上一個背景 我們再看 140頁 文明開畫的一個腳步 我可能也要是做一個比較 比較清楚一點 這個文明開畫 其實不是只有日本碰到而已 教課書裡面提到一個是 和魂 洋財 顧名思義 和魂就是日本的傳統的 學問價值理念 文明這個東西 洋財 來 這是西洋的文明進來 但在這個之前 在福沙瓦的 他就說我們要離開老大哥 這個老大哥 主要是講中國 再來是講朝鮮 把中國老大哥跟朝鮮 罵得一文不止 所以你去問中國人 你去問朝鮮 韓國人 大概沒有像我這麼理智說 我還會稱讚福沙瓦雅吉 當然也有 但是一面倒的比較多一點 因為他把中國當時代罵得一文不止 把朝鮮說得很難聽 這個時候其實在他提出來的時間點往前推的時候 日本還有一個 和文和財 也就是說和中國 是不是 中國的學問其實很重要 中國人才也是很重要 而是轉型 轉過來 因為時代的一個變化 那麼大的目標是文明開化嘛 所以要轉嘛 這是日本 中國有沒有 中國也有啊 中國叫什麼 中體系用 這個體是什麼 就原來的體制嘛 還是要流道嘛 西呢 西洋文明 我們要把它活用嘛 中體系用 韓國有沒有 韓國也有 韓國叫什麼 東到西去 道是什麼 很多都是道嘛 對不對 以日本來講 武士道 茶道 花道 香道 都是道 道德也是道 東方的傳統的學問價值 還是要留著 西氣這個氣是什麼 就是這個東西 文明嘛 西方的文明 那各位看一下 中日韓 在這個希望我們進到亞洲 各個國家裡面去 所造成的傳統與現代化的衝擊裡面 大家所思考的問題 不是我剛剛提到的 融合的問題嗎 調和的問題嗎 調和的問題嗎 中體西洋是不是成功 是不是失敗 要好好去檢視它 東到西去也是如此 在日本來講 大家比較相信福拉阿玉吉所講的 要改成陽彩這個部分 日本才會成功 不要去跟著中國老大哥走啦 因為過去很長的時間 我們都是跟著他走 結果下場都不好 連中國自己都被英國為首的列強所欺負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是明治前期的時候 所引發出來的日本如何去面對西洋文明 讓我附帶做一個比較 就是其實這個問題在中國也是發酵的 在韓國也不是沒有這個問題的 那核穩洋彩我想我就不用再講了 各位比較清楚了 那裡面有提到歐美是講到私欲的問題 也就是把自己的利益擺在最優先 然後把公義的所謂聖賢之教 所謂這個固守國家保佑家園 以國家為國家的戶心 國家的發展為最主要的優先的一個條件 這樣子的一種想法擺在後面 所謂的和魂 洋財 也有這樣子的一個傾向 總之 這個 如果提到和魂的話 就不會放棄 也就是說他會 對新的東西有一些抵抗 而不是全盤的接受 這是一個 那私欲的解放這個部分 我想我們也可以看到 私的部分他提的是中君 孝卿 古代的封建的愛國心 自主的愛國 這個部分等於是說 在近代國家的形成過程裡面 有一個倫理觀 應該持續的去發展 相對於此 希望文明進來的時候 我們同時也要注意到物質 文明 資本主義 經濟上的一個發展 它會帶動國家快速的成長 這塊沒有人敢去忽視它 從內容來講 包括國會的一個開設 它是很重要的 國會 就是說憲法 或者是國會 這裡面我又提到一個人物 這個人物 各位看一下 我就不寫了 在140頁最下方 有一個 板原退駐這個人物 如果各位不知道 我可能要花兩三分鐘來做說明 他對我們台灣是很重要的 對日本也是一個受到尊敬的一個偉大的人物 我把他稱為一個偉大的人物 就是說不管任何一個時代都會出現偉大的人物 但是這個偉大的人物他不一定有權利 而是他的一個仙劍 他的高瞻原祖的一些想法 都是在他死後好久了一段時間 才呈現出來 然後大家可能會後悔 可能來不及 但是大家嚮往說當時他提的這個實在是很了不起 那就是自有民權運動 自有民權運動在日本展開的過程裡面 這個人物是絕對重要的人物 那我要講說在台灣其實中部 台灣中部有一個叫霧峰的地方 有林家 當時有一個大地主 叫林獻堂先生 林獻堂 他就是一個既接受傳統漢學要保存中華文化 但是他又想要去吸收西洋的薪資 同時又要保護被殖民的台灣的一個知識分子 所以在台灣被殖民的過程 其實在早期應該還沒有進到中期 1914年 中華民國才剛誕生沒有多久的時候 他就去邀請這個版員退駐到台灣來 因為他在日本是一個自由民權運動的大家 林獻堂把他找來做什麼 成立一個台灣童話會 童話 那麼這個童話會其實如果從殖民者的 台灣總督的角度 從日本政府的立場 他是矮化台灣人民的 就是剛才我提的後藤新品跟我們的年輕的醫生訓話 那個是一樣的 不可能讓你平起平坐的 而版員他不是 他的意思是 雖然台灣是一個被殖民 但是人民他擁有同等的一個自由的權利 所以自由民權不管是被殖民也好 他都是必須受到尊重的 所以這樣子的一個台灣童話會的一個宗旨 是被當時的所有台灣的知識分子所認同的 因此林獻堂把他請來以後他很老了 各位他1919年就過世了 1914年他跑到台灣來兩次 已經是體力複合不了的時候 他來台灣以後五年他就死掉了 可是他來了 來了又在台北車站附近 開始發起這個台灣童話會 一下子就有三千多人積極在一起 大家都贊成 希望把這個會弄出來以後 去跟這個總督府來協商 說將來看是怎麼樣子對待台灣人民 那版員他是希望不管怎麼樣 自由民權 是要還給被殖民的台灣人 可是你想總督府會同意嗎 當然不可能同意 所以他們發現這個力量爆發力太強了 一下子就集結三千多人 馬上就下令開始解散 撤掉 然後把一些頭頭抓起來 可能應該也有判罪之類的 那版員就說你老了回去休息吧 硬把他趕回去 那一次如果成功的話 後面台灣的被殖民恐怕不是這樣子 所以他其實對台灣是很重要的一個點 那對於明治時期的日本的自由民權運動 文明的開化他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人物 從我的角度來講他絕對可以跟胡者與己 拼起拼坐的一個人物 因為這裡面提到的人民的權利 自由的一個重要的制度跟透明的一個政治運動 我想這個部分都是很重要的 而胡者與己 他除了在1885年提了一個所謂 托雅論之後 其實他還有很多暢銷的書 這裡面有一個叫《西洋事情》 也就是幫助大家了解 外面的世界有多大的一個啟蒙的思想 所以他也創辦了一個慶應藝術 現在改名為慶應藝術大學 從事教育的活動 各位都知道 我不用講慶應大學在任何一個領域裡面 其實現在都是非常頂尖的 有一陣子很多台大的學生要到日本去短期留學 那個時候我有參與一些事務 我很驚訝看到一個現象 就是台大去日本短期留學 第一志願竟然不是東大 而是慶應 所以大家也知道他是非常有人氣的 在提到啟蒙思想的時候 我們可能要再跟各位介紹明六色 我想應該有一些PowerPoint 讓各位看一下 可能幫助各位了解 那這一張PowerPoint 我想還有一個我介紹一下 就是說日本大政鳳凰 王政復古 進到明治時期裡面 這裡面有一個事情是值得一提的 就是說幕府過了兩百六十幾年 雖然他抵抗 但是最後把政權交給明治天皇的時候 叫做大政鳳凰是沒有流血的 是不是革命沒有流血的 就是和平的轉移這樣一個現象 這很值得一提的 最後一個人物是叫德川慶喜 第十五代 但是很好玩 德川慶喜其實他的爸爸是在水戶出生 我上次已經講過了 水戶的玉山家 第九代的凡祖 叫做德川齊昭所生下來的兒子 最後他繼任了第十五代將軍 很短的時間 應該不到一年吧 和平的把政權交給了天皇 那他本身是德川慶喜的人 做這樣一個決定 功過現在還在被評論 他為什麼這麼做 其實這個謎也還未被完全地解開 這是一個值得再深化研究的一個課題 好 那麼這個是我剛剛提過的 我就不再重複了 各位看一下這個 Italaki Taesuke 這裡面其實他有一句名言 他說這個百元雖死 自有不滅 這是名言 也就是說他提了一個自由民主 民權很重要的一個概念 而且他希望日本人如此 台灣人如此 應該是全世界同時代的人民 都是一樣的立場 所以雖然他死掉了 他覺得自由是不會死掉的 自由永遠是最重要的 那福州阿悠基地 我想這個也給各位介紹過了 就不再講了 這個我想各位都有了 沒有的回去以後 拿來看一下就知道了 現在滿貴了 這一張要台幣3000多塊才換得到 他其實是到國外去追求西方的一些 這個知識的時候的一個 應該怎麼講 流血的經驗 好 現在我們提到就是 他的一些啟蒙的思想 啟蒙思想裡面有一個雜誌 可能要跟各位做介紹 這雜誌叫做明六社 那為什麼叫明六社 就是明治六年所創辦的雜誌 所以叫做明六社 主要是有一位叫做深尤里這個人 其實還有很多人 他只是一個呼籲者而已 就是發起者 在明治六年開創 就是啟蒙運動 主要他是傳達歐美的思想 那他提倡的是說 用英文來代替日本的國語 這事情一直到現在 其實我站在人文的一個學科 還有我是一個人文的一個研究者的一個立場 我們現在要反思一個 台灣其實從我的角度來講 有很多在研究的這個部分 可能還是要有改善的空間 怎麼講 就是說一切以英文掛帥 在比較有名的學刊上面 如果你沒有用英文發表的話 大概很難進到所謂的 這個頂級的研究成果去 要不然你就用中文寫 但是中文沒有所謂的SSCI這個東西 人文也很少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像我是一個留日的背景的 但在國內如果你用日文來寫論文 也很少會被承認 所謂A級的期刊很少很少 要嘛你就用中文 要嘛你就用英文 那我們再看一下這裡面名六社裡面 我應該這麼說 就是這名六社的雜誌其實兩年就不見了 成立以後兩年這個名六社 這個雜誌就消失了 就停刊了 它不是永久的一個雜誌 但是這個從結果來講 我應該這麼說 在明六社裡面 曾經投稿過的這一些知識分子 啟蒙思想家 最後對日本的後面的靜待化的發展 都是非常有貢獻的佼佼者 可以這麼說 這個是無庸置疑的 那我們看到文明治概略這個東西 也是胡哲與己他所做的 他論述人類在進步的過程裡面 追求文明的重要 他說分析東洋文明的優秀的精神 而且主張日本獨立就必須要有文明 所以文明的概略這個東西 在日本造成非常大的一個轟動 還有一本書 這本書叫做《勸學篇》 他說天在人之上不造人 天在人之下不造人 這個希望大家去念書 晚清的時候也有一個勸學篇 這個人叫張之洞 也寫了一個勸學篇 勸大家要去看書 求學問 求知識 這個對於文明的開放非常非常重要 好久不見 請看 請看 我也是 想要去看書 我們知道 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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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